我感到發燒的訪客一律不能進去 我們今天的名字 然後帶來就是人體文後呢 我們會請他們協助開箱口罩 有機關槍 使得槍法很快 所以祭福開除 要不來這邊 讓媽媽做一個服務動作 我不會全部講 但是我給她一個眼神 我丟給她 她如果接著支舞就她的 她接不住 我就找她回來講 決定不讓她了 要登記 請你來 要登記 讓我登記一下 讓客人又走回去 就是我覺得我一定要發現 採用護椅之家的特色 其實它就是在處理人生的事情 既然跟生有關的話 其實它就會分成兩塊 第一個部分我們講的 其實就是新生 就是新生命的一個誕生 第二個部分的話 其實講的就是說 爸爸媽媽他們其實 邁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 我們採用護椅之家 其實在這之中 我們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其實就是來銜接這個新生命 然後好好的照顧這個新生命 然後也幫媽媽好好的調理好 讓他們可以去面對 新的人生階段 讓他們可以去面對 未來的養兒跟育兒 其實以我們採用護椅之家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最重視的部分 其實一定是把生命擺在第一位 什麼生命呢 第一個就是新生兒的生命 因為新生兒剛剛出生之後 其實他們會有很多的風險 他們沒有很多的這些器官 他還沒有 其實都還沒有把它調理好 他們就需要大量的照顧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是媽媽 媽媽本身來講的話 生產完之後 他需要做一些生命上面的調整 身體上面的調整 所以寶寶跟媽媽的 這個健康照顧 是我們很重視的部分 第二個其實我們提供的是 一個舒適的環境 但舒適的環境來講的話 我們最重要的是安全 那第三個部分 其實我們談到的部分 是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所謂的溫暖照顧 尤其是在食補的這個部分 對我們未來計畫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著重兩個重點 一個叫做擴大 一個就叫做延伸 那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叫做生的部分 新生命誕生了之後 我們所做的是新生兒的照顧 跟媽媽的照顧 那我們未來可以朝向的部分的話 是在於媽媽寶寶的生育 跟教育跟教育的這個部分 我們公司的話 核心價值是創意熱情 今天傳承 所以其實我們在找 我們的人才的部分的話 我們都會希望可以符合 這三個核心價值 那另外的話 因為我們今天來面試的是 為我們集團下的 大一場護理之家的客服同仁 來做一個面試 所以在我們這個職務 最要求的就是 它必須要有一顆溫暖的心 思維的部分 都可以想到顧客的前面 然後另外的話 善於傾聽 然後不由同理心 所以這是我們在選材的 一個基本的條件的篩選這樣子 妳好 妳好 今天你說一下莉莉 我的女麗跟妳跟天的資料表 妳好 可以請兩位簡單 先做一下自我介紹嗎 我家來群林 然後我畢業於福人大學 對 體育系 然後我的興趣是喜歡運動 然後我家是在台中 比較商量的地方就外埔 所以歌情比較純樸一點 對 我發現群林今天好像很緊張 她不斷的有很多很多的手勢 適當的手勢 可以讓人家更專注在聽 妳要表達的事情 可是她手勢太多了 在她中心有一直在捏手 顯出妳的緊張 因為妳的肢體語言就露了線 換韓芳 我是蕭韓芳 然後業於台灣大學會計系 修戲劇系 我喜歡有條理有規則的事情 我熱愛藝術 喜歡美 喜歡分享東西給大眾 這是我兩個極端的個性 韓芳的部分 其實今天的表達還是四平八文 但是一樣 她講的內容 並沒有貼切到這個職務 要有應徵 需要的特質是哪些 都沒有點到 那我想分別問一下兩位 分享一下說 你們在參與這種大型的社團 或者是發表會的時候 在裡面 你主要的工作的重點是什麼 體育發表會就是 體育系一個非常大的活動 然後我的職位是 比較重要的幹部 所以從一開始承辦下來的 那個壓力其實是非常大的 裡面有人可以問 有能為的就去當解 可是如果你要去當解 那你會不會 等於是間接拼到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群林好難對抗 就是 因為她真的講的都很豐富 然後故事性又很強 所以你就會覺得 怎麼辦 幾個故事出來 最成功的應該是我 大二的時候 我是那個樹林的身形長 我就是要處理我們 大概快三百人的 一個樹林的生活吃住 這件事情讓我在大學 最一開始就 有了一個長族的進步 因為第一次 有種負責那麼多人 包含保險 你可以手上來 大學人身分的治療 只是你會突然知道 你不再只是一個小朋友 一開始知道 跟韓方一起面試的時候 是有點緊張 因為其實韓方面試 從以前到現在都滿強勢的 我講完之後 換韓方講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我剛剛應該要多提點什麼 所以等到下一趴輪到我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再多表達 我剛剛可能頭腦線 整理出來的東西 就還是有比較心態 群靈的部分 他表現的是 我印象比較深刻 那當然就是 其實我有一個題目是 請他在分享他之前 住宿的一個 被服務的印象深刻的經驗 那他提了一個例子 我覺得我印象很深刻 他提到他曾經到俄羅斯 然後去選手村的 住宿的經驗 我們其實把他想得太簡單了 冷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大陸村外 當然是不夠 不夠 對 然後我們一下飛機 然後他們就先詢問我們說 我們真的只有這樣的義務嗎 我們說對 然後我們就真的變魔術 就剩出好幾條碳 從那邊開始就覺得很貼心 然後到飯店之後 然後他就說 我們待會先送熱湯給你買 因為畢竟是不同國家嘛 那口味的部分 他希望我們可以先 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這一切的一切 就是我比過那麼多賽 第一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提到這個例子非常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可以感受到說 他其實他最注重的服務內容是 想在客戶的前面 那這跟我們客服的特質 是有吻合的 你好 你好 請兩位簡單作家自我介紹 來 先 你好 家長 孟欣 我畢業以慈濟大學 人類發展學系 主要我個性算是蠻溫和的 所以一開始我就選了 人類發展學系 他其實念的是 人類學跟心理學 對 那之後我也會 蠻多朋友早上找我 有遇到心事就打電話給我 就面試那麼多 其實孟欣習慣 比較融資最是在講故事 這樣閒聊 我覺得那樣子對面試 可能是不是很好 那就是跟我分享說 您曾經在社團 系學會或者是打工經驗裡面 您最有印象的是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有接觸到就是貴集團的工作 那其實我蠻喜歡的是 因為其實從小這個 大約高導務這幾個字 是很 很有指標性的一個買貨公司 對所以其實我後來 其實接觸到是很開心的 那順佳我覺得他表現 還蠻不錯的 他有特別提到 就是他有在大業高導務服務過 其實這是有加分的 代表說你知道他們 內部的工作方式 靈驗等等的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 你們在被別人服務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一些比較印象深刻的 一些例子 就是我的浴室太過潮濕 然後他的那個水沒有辦法流乾淨 還是什麼 可能是我比較笨 但是 那我就想要 我就拿毛巾去洗它 導致我沒有毛巾 然後我打電話給房務人員 我那時候還有點不好意思 覺得把你的毛巾拿來吸水 然後他也沒有問我 問我原因就立刻送來 我覺得他講的有一點 像是跟朋友閒聊 完全沒有邏輯 很不簡潔 也跟這個要面試的職位 這兩個敘述沒有辦法表達出 他有什麼符合的特色 我發現我在講我的經歷的時候 考官會多笑 這樣應該是表示好的回饋吧 我自己認為 那順佳我覺得特別棒的部分就是 他反而不像其他那三位 是講自己體驗過好的服務 他是講他自己服務別人 他做到了什麼 其實我當然是一間 背包客棧的一個服務的員工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當你知道對方的需求的時候 你必須怎麼樣去理解他 並且服務他 因為有些外國人他可能 他不像我們是台灣人 他那麼熟悉 不知道附近捷運在哪一站 他不知道夜市 原來零下夜市這麼近之類的 其實就這麼簡單的工作 他們就會覺得 其實台灣人是很友善 其實服務是很好的 那我對順佳印象比較深刻 是因為他其實在言談之中 讓我感受到 他對服務的那個熱忱跟熱度 都還在 他會可能願意傾聽 那其實在場合護理之家 會比較需要這樣子的一個 特質的人出現這樣子 我覺得今天表現還不錯 因為我其實基本上 他們集團的特點 跟我的其實平常性格 我覺得算是滿符合這些工作 所以我就造實的這樣 我覺得做這種服務業 然後跟人相處 說不定 再加上又是女性的產業 所以夢醒才是最大的敵人 我覺得條件我不符合 嚴格來說 就是讓這個當成我以後的工作的話 對我來說是一件不符合的事情 因為畢竟我的個性比較 跳一點 後面有沒有覺得 自己剛剛面試表現如何 我覺得順佳講得很完整 從哪里出生 那妳自己呢 我自己 妳自己表現如何 我會比較傾向 我會想要聽那個 考官想要知道我什麼事在講 那妳覺得自己的表現怎麼樣 是好還是不好 那如果滿分一百分 妳自己打幾分 六十 我做的地方在於 我對這個行業 沒有那麼了解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的那個嬰兒車 對 這台嬰兒車是我們特別先訂製的 那它的特色的話就是在於 它有一個氣壓式的床感 我們在寶寶喝完奶的時候呢 我們會就是讓寶寶稍微讓床頭開高 避免他異奶嗆奶的問題 那另外呢 如果說寶寶今天他要到媽媽房間 做親子同事要餵奶的時候 我們嬰兒室這邊呢 就會加上透明的罩子 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整張牌 然後直接從嬰兒室推到媽媽房間 然後媽媽就是不餵母奶 或是親子同事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房內的一些設備 然後跟備方的一些標準 好 我們先第一個會先看一道就是 在寶寶阿姨他們清潔完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嬰兒症的擺放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入住裡的部分 好 上面都會有一些就是 嬰兒衣 然後還有一些備品 另外介紹的話就是那個 我們的隱私連的部分 我們的話就是也要檢查 看有沒有就是卡住 或是說壞掉這樣子 對 另外這邊 我們這邊的話就會有那個消毒鍋 對 台瓶消毒鍋的話呢 我們要先檢查裡面的東西 會不會有一個奶消的夾子 對 還有一個水杯 那我們再來就是 要教媽媽怎麼使用 我們就會就是 教媽媽先就是到60cc的就是開水 那到的時候要必須很小心 是這樣子到 不要就是讓水跑到 我們這個排氣孔裡面去 那老師真的是 機關槍師的槍法很快 所以技不太足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需要 有細心跟個性比較柔的人 來做的一個工作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接待參觀訪客的部分 第一個訪客上來之後 我們就是會出來 直接主動的請客人 幫我們更換的鞋子 這邊有室內拖鞋 有分男生跟女生 對 好 那更換完拖鞋之後呢 這邊的話我們就會請訪客 幫我就是先手部的消毒 對 消毒完之後呢 我們會要量體溫 好 就是量額溫的部分 好 看看有沒有發燒 我們有感冒發燒的訪客 一律不能進去 那我們還會有一個動作 就是要請訪客幫我們填寫一下 我們今天的名字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會幫他勾選 然後再來就是量體溫的部分 那這邊等一下參觀的時候呢 我們會請他們協助戴上口罩 對 所以我們會拿口罩給訪客 那再來就是我們會介紹一下 我們的一些照顧的特色 好 訪客時間是禮拜一到禮拜天都可以 那訪客時間是從早上10點到晚上的7點 對 訪客時間一個小時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baby的探視區 那個的話是只有就是兩位訪客輪員進出 對 那我們那邊探視的時間大概是15分鐘 那長輩他們可以進房間會客 那就是指定是一個小時 離開之後我們房間會經過紫外燈的消毒 對 然後baby才能再進房間 這份工作的話我覺得他的困難點是在於 普悟的態度 態度很重要 對 我們講的就是要很貼心 很溫暖 讓客人覺得我們這邊 是讓他來這邊是快樂的 對 然後是我們什麼都先幫他設想好 很貼心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月子餐的部分 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的大夜和品月子餐 對 那針對月子餐的部分的話呢 第一階段主要就是在媽媽的休養期 主要第一個階段就是在二路的排除 排毒的部分 那第二段的話就是在恢復期 那這邊的話我們主要就是 開始要強調媽媽在餵母奶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會強調說 媽媽在餵母奶的這些食材 可能是會一些發奶的東西 那第三個階段的話 開始就是要幫媽媽就是活血化瘀 所以就是幫媽媽會有一些比較滋補的東西 那在最後一個階段已經快滿月了 那我們這邊呢就會讓媽媽吃的 稍微就是碩身的這個功效 對 所以是我們的月子餐是不會發胖的 對不對 知道是這個工作之後 我就有心裡就覺得說 哇 今天韓方就是 佔非常大的優勢 但是今天就來比誰比較認真啊 盡全力做好老師教給我東西 讓他看見我 今天其實我沒有很大的信心耶 不知道 因為從 不管是從面試上啊 或是跟人相處 更溫和的會是夢醒 然後我就覺得 有點難 好 等一下我們就會進行分組 然後我們整下就是會要帶參觀這樣子 接待訪客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分組的話 會有就是您 然後跟就是韓方的話一組 然後再來就是 跟夢醒 跟夢醒一組這樣子 提升的重點的話 我會比較著重在於 就是服務的這一塊 對 那他有沒有帶到就是細心 溫馨的這一個方面 那另外 我比較注重的是跟客人的應對 然後你能即時 客人需要什麼的那個問題 或是怎麼樣 你可以即時的做回答 對 那立場要回答正確 其實每個爸爸媽媽進來 對我們都是陌生的 第一 他一定要可以跟爸爸媽媽 可以有一些話題跟活潑 讓媽媽對我們就是 限下一些心防 我們等一下出去就是 先詢問 看到客人 先詢問 她是要 因為參觀還是要談試 對 還是要談試他們媽媽 對 其實我們兩個今天的 分配工作方式是 不要變成兩個打在做一個事情 而是一個先去 怎樣另外一個 再去 先去做下一個東西 我跟群琳那時候 就是接待訪客 我覺得 也是我們 一開始我們討論到一半的時候 訪客就來了 對 我來拿一張 妳好 請問是 要不來泰式 媽媽還是要來參觀的 對 來 參觀的嗎 好 媽媽 這邊幫我換下鞋子 謝謝 明明應該要粉紅色吧 對 給妳 我覺得我們門外的流程 其實都滿順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 就有先講好分頭進行 不要大家都擠在同一個位置 因為我們其實是兩個人接待 我們分頭進行 他去拿拖鞋什麼的 然後我去幫他們量體溫 填資料 然後他又幫他們拿口罩 所以這邊都很順 可是開始往那一走 然後寶寶寶寺的時候 因為我們也沒順過 我覺得 我們卡來卡去的 然後再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我們每個禮拜 禮拜一 禮拜四 兩天呢 都會有那個小兒科的醫生 來做一個訓證 對 小孩子做一個訓證 然後就是我們小孩的部分 就是我們是有嬰兒視訊的 所以你如果在房間內 也是可以看到 一個孩子 我覺得我們兩個今天的合作 我們有點近身的感覺 我不會全部講完 但是我給他一個眼神 我丟給他 他如果接得住就他的 他接不住 我就抓回來講 就我的 對 就是這樣 然後他如果丟給我 我抓住那一筆 也是我的 這個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嬰兒 因為 我全部都會有到哺乳時間的話 然後我會就是把嬰兒 可能 帶過來這邊 然後讓媽媽做一個哺乳的動作 對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其他行 這個啊 他行這樣子 蔡佩琴 對 他就是怕哺乳完之後 就是怕孩子會有溢奶的狀況 所以 透過這樣子 可以讓他防止 他有溢奶或兔奶 然後會噎到 像這邊群女兒 我覺得他講話比他平常卡 就是嬰兒床 所以想 嗯 怎麼卡來卡去的 然後我就趕快幫他補 然後你看到 左右這邊有那個黑白圖片 那是用來刺絕孩子的 是直接神經的 那剛剛有在嬰兒房 有看到他有一個透明蓋子 我們再送過來的時候 也會蓋上 我覺得 因為我們沒有討論完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講完 所以我就 我決定不讓他了 就是有點像是 我就趕著去想要把這件事情講好 然後我們浴室這邊看到 就是一個 現在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的一些共洗用具 就是爸爸跟媽媽的 都只有兩套 對 然後我們這邊也有一個洗手 洗手罩 群領的部分讓我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他在 硬打的部分都是 有想在顧客的前面 那實作的部分的話 我觀察到說 這個部分他的確是有落實的 Ting Work的部分看起來 也表現得不錯 不會說太注重個人的一個績效 所以讓另外一個夥伴 相對比較弱勢 就是比較不只 表現那麼亮眼 所以團隊合作的部分 還表現得滿不錯的這樣子 所以他會一直覺得 我好像太緊張了 他應該要用輕鬆的方式來介紹 然後他就說 那不然他來介紹 然後如果還有什麼遺漏的部分 我再提醒他 或是我再幫他插畫進去 所以進來的時候那個登記 那遺漏我就趕快跟他說要登記 那登記 對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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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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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幫我登記一下 對 其實應該是跟次我走過去 拿起那個登記板 說要來登記 然後不是就是 然後讓客人又走回去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有反省的地方 那我們就 在那邊的客人 要進去 不用進去 然後每次我們進去 另外一次的話是 兩個親友進去看 然後每次是 可以進到他們去看 不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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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主動 但是他會想要求表現 但是他對於某一些部分的話 他的細節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跟了解 那在可能在講的方面 在介紹的時候 反而會弄腳乘坐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很大的禁忌 可以了 那你知道 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其實剛進來的右邊 那邊有一個課程 是有關一些 就是例如是寶寶的照護 所以這邊有看到課表 比如說媽媽叫做課表 是 是 拿出來吧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嗎 對 對對對 就是像我剛說的那個 小朋友的一些照護啊 包屁衣啊 副食品之類的 然後產後瑜伽之類的 對 很多問題的部分 他其實沒有了解那麼透徹 就很急於去回答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不太好 那另外的話 因為他今天也是跟 另外一位女活客搭配 那因為他可能這樣子的方式 太過於主動表現 所以讓他另外一個夥伴 就是相對比較私色一點 這滿自責的 因為我覺得沒有做好 因為如果好一點的團隊合作 是必須也要讓對方有機會表現 但是剛剛因為面對客人 跟我預想的不一樣 就是真的是來真的 我真的是沒辦法讓客人 去等待還有問很多遍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還是必須先 把整個場面先hold住這樣 很慘沒有什麼表現的機會 嗯 所以我有認真在聽他說 看有沒有什麼地方 我要踏進去 也是算是在監督 順佳有沒有講錯 另外一組我沒有跟進去看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 實際是什麼 但是他從我前面走過去的時候 就是還滿明顯的 夢醒比較沒有什麼展化 然後順佳就是有一點太急了 他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想要趕快把它介紹完 可是就可能很急 可能講錯或者是一切東西 我覺得他太急了 感覺是無愧啦 我認真覺得今天了解不夠多 結果我在那個收房間 應該進退的時候 就出現一些問題 今天不是我就談得到 如果又是談得到 那就給他 對你常來 怎麼那麼消智啊 其實我今天其實做滿多調整的 對 就是這樣 可是他今天也是很急 其實他每一集都很積極 求好表現的慾望 我是怕得出心太重 然後會太傷心 然後當然每一份工作 我都會盡量盡心盡力去做 至於有沒有贏 我覺得 我在我能力範圍內 有把事情做好 這就是我對我自己最高的希望 今天謝謝大家 工作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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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聽說我們這個部分 是要選出最強撥客 對 大家覺得會是誰呢 看起來已經厭世了 他的表情充滿了一種厭世感 不多說 不多說 幹嘛講 好 那我們也不多說 對 我們就直接來頒獎囉 我們今天呢 這一場播客是 是 親民 對 那我們這邊呢 有點小小的禮物 要送給親民 來 謝謝 鋅不開玩笑囉 我可以講 會是妳的就是會是妳的 好開心喔 對 我今天就是非常的認真 要不要謝謝韓芳 因為在他身上學到很多 對 每一集他們都問我說 我從韓芳升到聖誕學到什麼 現在一集記得問 我說我升到學到什麼 他們有問 他們有問